嗨,華麗小姐好 看到JJ,我們先拿個麥克風,先拍個照好了 我們今天的媒體朋友們也很多啦 很多的媒體朋友就想說 JJ什麼時候登場馬上,我們今天出來了以後 先讓媒體朋友先拍個照啦,好不好 稍微要後退一步是不是,一步就可以了嗎 好,那我們看一下前方的媒體朋友們 今天媒體朋友稍微多一些些 所以JJ可能要幫我們照顧一下 我們在左邊中間還有右邊以及後方的媒體朋友 今天很開心 我相信今天學生非常開心的原因就是 我相信很多這個 他們現在是國高中生 高中生大學生的話呢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你剛出道的時候 他們也在看的話,那是國小的 真的,對不對 不要再提醒我,時間過多快 不是,不是 但是呢,這個時間過多快雖然是一回事 可是你看,從當時非常青澀出道 尤其是大家可能認識JJ、林俊傑第一首歌 可能都是出自於因為幫阿妹寫的一首叫《記得》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哇,這個創作這麼好聽 然後歌手自己出來穿起了以後 他們是這麼的會唱,這麼的會創作 就整個那時候話在講話 我聽說JJ好像也是歌唱比賽出身 也算是 因為我記得有一些年前 曾經也是一個帶著音樂夢想的一個學生 然後到了一個比較不熟悉的舞台環境 帶著音樂慢慢地去學習 然後也有這樣的機會參加類似的創作比賽 創作的訓練班慢慢地被發展 所以其實站在這裡其實我有很多的感觸 我聽到很多參賽的同學們的一些作品 然後我發現其實年輕的朋友越來越厲害 當初的自己可能在編曲方面 可能在創作方面還是比較輕涩一些 那現在因為資訊的關係 現在世界也不一樣 我覺得親愛的年輕朋友們 音樂非常豐富 也希望我們會在這次的創作比賽當中 擔任一個推動夢想的一個角色 然後讓更多的心聲被聽見 讓更多的音樂夢想成真 我相信